小孩不當劇,有效也不行 楊貢,謝謝 走 我覺得八十年代對於我來說是很幸福的 我們按照八十年代的這種記憶 把這個小園復原了 做完了以後,我們就商量 我們是否可以在空間裡還原八十年代的這種故事 用照片的形式表來表現出來 當時楊可斌他找到我的時候 說要實現這個拍攝的這個計劃 因為我是八十年代的人 所以就立馬答應了 因為有很偶然的一些機會 在《愛花怒》的邊上 我們拿了這塊地 我就專門還去了成都檔案館 看那些老照片 滿程度地去尋找這個年代的故事 這個年代所有的物件 去看哪個地方有拆遷 就去搶了一批 大概有四十七個窗戶 三十八個門 都是石墓的 包括我們地上 有的是鋪了部分磚,部分的水泥 我們這裏有大概一千個平方 有三個不同的小的院落 我們在一些場景設置的時候 家裏面一般有的就是比如說五斗櫃 帶玻璃的靜櫃 比如說像寫字台 他會告訴你他原來的主人 肯定是一個學生 在上面寫作業 所以他年齡增長 他喜歡不同年代的一些 那些年幻畫都會貼在上面 因為我是設計師 我們就找了成都的比較有名的 一些設計師務所的這些朋友們 大概有四十七個 帶著自己的家人一起來參與 他是媽媽,扮演的就是媽媽 是小孩,扮演的就是小孩 前前後後拍了可能有大概三個月左右 我想有一個真正穿越的感覺 我們就盡力去找一些老衣服 有一些朋友 他們甚至把自己媽媽年輕時候的嫁衣都找到了 我們真正用那一身嫁衣拍了一組結婚照 那個時候好像結婚是有三轉一響 四大件 比如說縫紋機、自行車 然後是鐘錶 一響就是收音機 有了這幾樣東西 就代表我們可以結婚了 小朋友和奶奶他們在屋子裡面的那個場景 就完全是我自己小時候的記憶 我外婆家裡面也有那麼一個窗子 可能白天的時候屋裡的光線很昏暗 也不會開燈 她經常會讓我幫著她一起玩毛線 把她玩成球 然後才能製毛衣 我第一次打台球應該是13歲 那種地方像錄像廳 台球史 父母都這樣叫 去那個地方肯定就是壞孩子 那個時候就會出現什麼喇叭褲 背的音響 感覺很時尚的那一代的人出現 每個成都人的小時候的記憶都是 爸爸媽媽用進車帶著他們過週末 會去文化工 會去青少年工 去學畫畫 學舞蹈這些 我覺得現在的過年是沒有年味的 我覺得小時候我們都會有掛春年 一個大家庭誰的毛筆最好 誰就要負責寫這個春年 然後大家在一起放著鞭炮 把它掛在牆上 這個才是過年 一個媽媽在洗衣服 拍這個場景的時候 有一個很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拍了拍了拍了 他就流淚了 他就哭了 他自己都說 他就看了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在玩水的時候 他就想他小時候 也是跟著他的哥哥在玩水 然後媽媽在旁邊洗衣服 有可能這個記憶只屬於80年代的人 但是真正我們去問90後和00後的時候 他們也被感動 原來我們的姐姐、我們的爸媽媽是這樣的 把一種特定的一個年代的事情 讓它變成一種溫度 去溫暖你 也很小心 沒有,我會尋找我 你也會尋找我 穿下界心 你是真的會做的 要打開 你的還好嗎? 不合你 特別是 你會尋找我